雖然各地殘疾運動員水平不斷提升 但香港運動員表現仍然是優異的 在東京殘奧會奪得兩銀三銅一共五面獎牌 同時亦都在多個項目能夠跡身八強 運動員在比賽場上鬥志高昂 奮力拼搏 充分展示永不放棄白事不留的體育精神 實際令我們敬佩 亦都令香港充滿了一正的能量 特區政府將繼續增加投放資源 在殘疾人士的體育發展 我在今年八月初公佈了多項進一步 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的措施 亦都在這個月初發表的2021年施政報告中 重新政府對體育發展的支持 包括加快推進香港體育學院 新大樓計劃 設立基金提升運動員的競爭力 加強支援精英運動員 在運動和學業方面的相關發展 發展體育產業等 這些措施殘疾運動員和其他運動員 都是一樣可以受惠 期望會為香港培育更多的精英運動員 在國際賽事中為港爭光 加強支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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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強支援